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代表性的歌手 四大天王算是上世界90年代最受大家喜欢的歌手 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歌坛奖项都给垄断了 而且还开了1600多场演唱会 除此之外还有在演艺圈发展 而且很多纪念性的活动也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直到现在都有着很高的热度 也算是一座难以翻阅的高山了 如果不是张学友和黎明宣布退出香港音乐颁奖礼 可能其余的新人都没有展露头角的机会 当时也有很多优秀的歌手 可是都没有成功超越四大天王的名气 其中刘德华算是这个团体中比较全能的艺人了 不管是作为歌手还是演员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 除此之外也是圈内出名的好人员 而且哪里有困难哪里就会有刘德华的身影 不过有次刘德华在表演结束的时候就说错了话 当时的主持人就是倪平 他提问的问题就是对于今天有什么感想 一般都是说一些祝福的话语 谁知道刘德华一激动就将北京说成了台北 立刻就跪下了道歉 当时倪平也一直都在打原场 说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幸好当时大家也没有计较刘德华的口误 因此对于他后续在演艺圈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如果放在现在可能就会被封杀 甚至还可能会被别人过分的解读 导致发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宽容是可以理解的 这么高兴的欢迎你 请你说你的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 我很喜欢来到台北 太激动了 大家原谅他 他给大家磕头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很高兴能够来到北京看到你们 谢谢 正好在前一年为了华东水灾 他就召集了很多港澳台艺人一起一眼目捐 诸如此类的事情 也发生过很多次 再说当时刘德华也没有别的恶意 只是不小心说错了而已 这几年已经很少看到四大天王同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能再次聚集在一起 你们期待他们的同台出现吗 谢谢 百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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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氥